威威一笑很清承,第二部主角已定,看到女主角名单让人非常激动,威威一笑很清承,这部电视剧由惹雪漫的小书改编,因其不同于其他电视剧跌宕起伏,又狗血的剧情。 该部电视剧里只有男女主谈恋爱的日常,在观众感受里面甜到掉牙的情节同时达到放松神心的目的,不用被剧情吊着胃口看的心泪,因此已经播出成为当时电视灯播出节目里的一股清流,获得了超高的收视率。 这部电视剧展出了美女学霸贝威威,立志成为游戏工程师,化名卢伟威威威一身网游高手,因其和巧缘遇到了一肖奈和这位战友,之后一同并肩作战。 可威威作梦也没想到,一路出生入死的伙伴,竟然就是同校风云人物,师兄肖威,无论线上还是线下,肖威都是能力出众的大神。 更巧的是,她竟然就是游戏开发测试的负责人,线上是侠侣队友,线下是工作伙伴,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当威威发现这一真相的时候,两人就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剧中的被威威一脚游郑爽饰演,小奈一脚游洋洋饰演,两人在电视剧里也是配一脸,站在一起就是一针又一针宁美的画报, 而两人在里面谈恋爱的桥段也是虐狗无数,看的网友们纷纷表示少女心发烂,洋洋的形象高大帅气,饰演小奈一脚网友也表示没为何感,而郑爽本身身高也是很高,外表清新亮丽,很符合被威威这一形象,就是熊没有被威威,大而被网友吐槽。 不像其他电视剧,男女主扮演者女小说差距太大而被吐槽,相反,他们获得了网友的大多数好评,网友表示两人很符合剧中人物角色,没有为何感,因为这部剧在洋洋与郑爽的联合打造下,获得广泛好评, 因此,威威一笑很倾城剧组,打算在这一季推出第二部,而第二部卓决已定,男主依然是洋洋,那么女主是谁呢? 看到女主决明白,真是让人非常激动,没错,依然是郑爽妹子,两人在上一步巴的糖,可明显不够观众吃, 所以节目组决定依旧选择这两人在这一季继续为观众带来清新浪漫的爱情体验,而节目组可以说是很明智了,继续选用原版人马, 避免了因患小儿导致落差感太强失去热度,那么,接下来就跟小编一起做的威威一笑很精诚,这部电视剧的上映吧,真是非常期待呢。